大家好,我是千天 今天來介紹韓版這個七週年有一個 不錯的禮包,還有製作啊 非常的豐盛 他因應這次這個新職業呢 來開放這個東西啊 新職業 這個魔法劍士 然後我們先來看吧 我們先來看禮包好了 這禮包也是數一數二的好啊 他是 一包兩千鑽 一包兩千鑽,然後我們看呢 有16箱的四色幣箱 一到五十萬的 還有這個三十塊藥水 還有三千的榮譽貨幣 才賣你兩千鑽,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這個價值都超過了 好 他賣這個呢,剛好給你製作啊 他這次製作有非常大方的給你 因應這次魔法劍士 因為魔法劍士要點Live嘛 啊Live 一般萬人藥二十以上才能點 好 他就開了這個 一般萬人藥的 保底製作啊 這個第一次開喔 第一次開 喔 才賣你十五罐藥水 喔 你想一下,你回想一下 你看你拼一般萬人藥 要花多少萬人藥 有人 曾經一罐萬人藥 拼了兩百罐的萬人藥 才做成 這個 這麼一罐 所以他賣你十五罐藥水 我覺得算非常的佛 非常的佛 然後以剛剛那個禮包 搭配那個禮包來買這個的話 我覺得超超級划算 超級划算 剛剛那個禮包裡面有十六箱的 試射幣箱嘛 你可以獲得很多的試射幣 喔 很多的試射幣 然後 一堆的萬人藥 這種 這種做好的萬人藥 讓你直充二十 或直充四五 喔 都沒問題 他總共可以做十五次 也只要兩百二十罐藥水 好 我覺得相當的滑得來 相當的滑得來 可以考慮一下做這個 然後第二項呢 就是他有出這個 就是 稀有子記的保底 但是我覺得相當的恐怖 這應該是韓版 說不定台版不一樣 韓版是二四五零罐藥水 這個就看看就好 有人算出來說 大概要十六萬賺 十六賺換一個 稀有子記我覺得不划算 以台版來看的話 因為台版只要七萬多賺 七萬多賺 好 再來介紹第二個豪華大禮包 七週年豪華大禮包呢 我特別要介紹就是這個 四色幣各七十萬這個 他可以全部都獲得 所以總共是兩百八十萬的幣 然後賣你八十八罐藥水 這個我覺得也還不錯啦 然後第三項呢 就是這個吧 第三項是第一項 這裡面 他可以讓你選 這個是自選的喔 就是看你要萬人藥或是粉末或是聖水 那我這邊看了一下 最好應該是聖水大罐七十罐 七十罐大罐的祝福聖水是七萬點 七萬點賣你七十罐藥水 這個我覺得滑的來 以 以這個三千鑽四十罐藥水的話 這個大概只要六千鑽 六千鑽可以讓你獲得七萬點 我覺得算滑的來了 算滑的來了 算 算是很滑的來了啦 很滑的來了 好 這就是這一週的七週年的豪華大製作 希望各位會喜歡 這幾包我應該都會課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